ChartGPT终于推出付费服务了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小伙伴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给ChartGPT掏钱了 当然如果说你还没有ChartGPT的账户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我注册账户的教程视频 免费版的ChartGPT已经很好用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每个月花费20美元 升级到ChartGPT的Plus版本呢 官方介绍Plus版本的优势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优势是 即使需求很高的时候 依然可以使用 其实就是服务器的优先权了 之前使用ChartGPT最不爽的 就是服务器经常断联 一个问题还没有输入完毕 服务器就挂了 尤其是同时在线的人数比较多的时候 往往要换好几个代理的IP 才能重新连接 这个太影响使用效率了 我自己的体验是Plus版本使用下来 整体非常稳定 再也没有遇到过断联的情况 第二个优势是更快的响应速度 这点在我体验下来看 确实是速度快很多 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时间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一篇文章 让AI生成一个中文摘要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AI可能考虑两秒就输出答案了 之前使用的话应该需要半分钟的时间 而且经常是输入到一半 又要思考半分钟 或者输出到一半干脆就死掉了 Plus版本的体验非常丝滑 这种感觉就像扔掉了10年前的旧电脑 换了一台M2 Pro的MacBook 第三个优势是优先使用新功能 可能之后Charge GPT会更新 新的算法和引擎 这些都是Plus会员能够最先体验到的 这也就是画了一个大饼 不过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个大饼的 我又去问了问Charge GPT本人 Plus版本有什么优势 除了上面官方介绍的三个优势之外 Charge GPT还相当自信的给出了其他答案 比如说Plus版本有更高的准确性 通过更多的训练数据和更复杂的模型结构 提高了生成文本的准确性 更多的语言支持 Charge GPT Plus能够理解和生成多长的语言 也包括中文 更好的语法和语意理解 Charge GPT Plus能够更好的理解 人类语言的语法和语意 生成更流畅的有意义的文本 是不是看起来很不错 接下来请大家准备好钱 我和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申请Charge GPT的Plus版本 Charge GPT Plus版本是预约制的 我们首先要去官网预约 拿到预约名额之后 我们才可以付款订购 所以我们先来演示一下如何预约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官网的预约页面 在预约页面里面 我们可以将网页翻译成中文 Plus版本有三个优点 我就不重复介绍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Plus版本现在只供美国的客户使用 我们直接点击后补名单 跳转到预约表单 在表单中首先填写自己注册的 OpenAI账户的邮箱 然后下面国家填写美国 这点特别注意 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Plus版本目前只允许美国的客户使用 如果填中国 那估计排队到明年也排不上 接下来这里可以随便选择 这里不用填写最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预约的名额 我是昨天预约的 今天就可以升级了 速度非常快 拿到预约名额之后 我们再次登陆ChatGPT 在左边就可以看到升级到Plus的一个标志 我们直接去点击一下 然后跳出来普通版本和Plus版本之间的对比 我们直接点击升级计划 接下来的话系统会跳转到付款页面 这个地方是一个难点 目前的话必须要用美国的银行卡 才可以进行支付 中国的信用卡即使是外币卡 也没有办法去付款成功的 我这边用的是Capital One信用卡 如果大家也想要申请美国信用卡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我之前的申请教程 当然自己申请信用卡 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 如果说大家急于想要获得一个 可以付款的银行卡的话 还有个方式就是去通过某些购物平台 去购买一些美国的虚拟信用卡 或者预付费卡礼品卡 也是有可能付款成功的 当然我这边也为我的频道会员小伙伴 提供了一个福利 所有级别的小伙伴都可以联系我 免费获取一张刚才我付款的那个 Capital One虚拟信用卡 用来订阅plus会员 如果我不是会员的小伙伴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这个视频 然后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 找我付费获取 可以订阅plus会员的信用卡 有了信用卡之后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这边输入地址 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美国地址 如果没有美国地址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然后联系我即可获取可用的美国地址 下面我们输入信用卡信息 点击订阅 系统这里提示已经收到付款 点击继续 即可使用plus账户 我们再次回到ChatGPG 就可以看到plus尊贵的黄色标志了 整个流程比较简单 难点就在于需要一张美国信用卡 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找我帮忙 这样就可以愉快的体验 更快更强更懂你的ChatGPT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教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这个视频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更新 不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了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的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